哈囉,我是季文老師 我們來進行直角三角形的邊角關係裡面 最重要的一個叫三角筆的基本關係 那這三個關係,依序是上述關係 平方關係跟與角關係 那這三個關係一定要把它理解清楚 那千萬同學們不要用死背的方法 用死背的方法的話,你會僵化 你的做題目是比較僵的 那我們用理解的方式 那我們當然要在理解之前 一定要先對它的關係 學會做邏輯推演的推導 那在這種你非常地了解它是怎麼來了之後 你自然而然就會把這個想法放在心裡面 所以就是上述、平方、與角 你都會在心裡面 一看你很容易就變反射動作了 所以我們第一個來看上述關係 同樣的一樣是這個三角形 John老師一直強調這個三角形非常重要 這個直角三角形 也就是說我們這三個 因為六個三角的數已經有三個已經被 目前是被克剛刪掉了 那我們這邊有cos 這裡有sin cosin就是11分之a cosin就是11分之b tangent就是11分之a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呢 我們開始來做上述關係 我們以a為主角 那我們就說sin a sin a就是所謂的11分之a 這裡就要11分之a 那再來就有sin 我們就用cos cosin的a cosin a的話就是c分之b c分之b 那所謂的相數關係就變成說 我們這裡面分母有個c 這裡有分母個c 如果我們透過把sin a去除上cosin a 那麼我們很容易就可以知道 這個答案就是b分之a 那相當於就是tangent 我們在這邊b分之a就是tangent 所以第一個我們就可以知道 第一個相數關係就是說 我們的sin a sin a除以cos a 或者sin a overcos a 或者cos a 分之sin a就是tangent a 第一個相數關係就是這個 非常的容易 你只要知道這個其實不用去靠死倍 你只要知道tangent a是b分之a 那但是你把sin a就是c分之a 那cosin a就是c分之b 兩個相處相當來合 就是你馬上就可以clearly very clearly 你就可以知道是cosin a 所以我們這裡就可以寫出 很簡單的一個小公式 就是sin a 所以我們寫tangent a 以它為主角 上數關係就是sin a 去除上cosin a 適用於任何的角度 我們就這樣子 sin a 再來一個叫做平方關係 怎麼去證明平方關係呢 其實 待會兒我會講一個 以前有六個三角數的時候 會有一個叫做六角圖 那六角圖是非常有用 但是因為只剩三個三角數 目前六角圖只能擺著看 好看的避風水用 所以平方關係我們就來講 第一個平方冠軍就是sin的平方 那一般來講平方怎麼就是全時 如果說sin a 平方這是不好看的 就是很多人會誤會 就是容易把角度做平方 所以對三角函數的平方來講 我們會把sin a 這整個的平方 這樣寫就都感覺 括號比較複雜 我們就把sin a 平方拉到中間 由這個括號平方 由這個寫在中間平方 就代表是三角數sin a 就比如說sin a是1分之1 那sin a的平方就是1分之1 乘以1分之1就是1分之1 這裡稍微講一下平方怎麼寫 怎麼去書寫三角還數的平方 所以我們這邊要證明的就是sin a的平方 加上fosin a的平方 那等於是1 那在這邊要證明呢也非常的簡單 不要太擔心 我們就是還是根據這個圖 我們把sin a找出來 因為sin a就是很明顯 就是c分之a 所以我們就代入 所以這邊會出現一個叫c分之a的平方 加上fosin a呢是c分之b的平方 那等於呢 這邊是不是分母會變成c的平方的a平方 去加上c的平方的b平方 再來我們做一個整個加起來平方 以c平方當分母 上面會出現a平方 加上b平方 同學有沒有忘記了 這是一個直角三角函數 我們不管你用b式定理 三角定理 勾譜定理都好 只要是直角三角函數一定會滿足什麼呢 c平方 一定會等於a平方加上b平方 我想這是國中的一個基本常識 所以這兩個加起來就是c平方 那這預約就等於是1 所以我們就合證了 第一個平方關係就是sin a平方 加cosin a平方等於1 我想這就是一個第一個平方關係 那接下來我們來介紹一個叫與角關係 其實與角關係更簡單 它只是一個角色的互換 我們舉例來講 舉一個例子 就是說 角a好了 這個叫做角b 這個角b 那我們這個叫做角a 我們舉一個例子 就是今天呢 sin a sin a它是不是就是從我們這邊看是c分之 斜邊分之對邊 所以它一定是c分之a 可是呢 當我們換成主角變成b的時候呢 我們這時候透過我們兩個都寫上去 sin b cosin b我們都寫上去 對cosin b來講 也就是說對cosin b來講 這個變0邊了 這個變成對邊 所以對cosin b來講 就變成斜邊分之0邊 就會變成c分之a 就變成c分之a 好 這是很明顯的 我們就會知道說 sin a就會等於什麼呢 cosin b 這個sin a就會等於cosin b 那我們簡而言之 其實它就是一個中文的一個概念 就是今天以a為主角 我是它的sin 那它的斜邊 斜邊大家都一樣 但是對sin a來講 我的分子方的是a 但是如果今天換成另外一個 它的余 這兩個角是護余 護余就是a加b是90度 也就是說這裡余角關係一定要強調的是 這邊一定要特別寫 腳a加上腳b 要等於90度的情況之下 如果今天以它當主角 我要變成cosin 剛剛sin a是斜邊分之對邊 但是對於它來講的話 它的對邊變成是原來a的0邊 也就是它的b的對邊就是a的0邊 所以對cosin b來講 就變成是c分之a 因為cosin就要變成它的0邊 就會變成說 我cosin b就會等於sin a 那這樣講的話 我想同學們應該就知道 它只是一個角色換掉了 就是我的對邊就是你的0邊 那我的0邊就是你的對邊 所以在這種邏輯想法之下 sin a是c分之對邊 那當cosin b的時候 我用到的是我的0邊 我的0邊對比起就是你sin a的對邊 所以這兩個必然相等 那必然相等的情況之下 我們就可以寫出一個式子 當然把剛剛的結果也寫一下 就sin a會等於cosin b 但是前提是腳a要加上腳b要等於多少 90度 所以我們就可以寫出一個式子 如果今天這是c 但這個就是90減掉c 90度 我們就把度寫寫在外面好了 假設c是這樣90減c 90減c 那我們就可以說今天sin c 就會等於cosin的90減掉c 那舉例來講的話 我們就舉幾個例子 幾個例子就說 如果今天我們則有個side2度 那麼我們就只要兩個相加90度 正弦就會等於另外一個主角的余顯 就會變成cosin的 這邊90度就會變成88度 那如果今天是變成side40度 那就會變成cosin的 這邊加起來要90度 所以就是50度 這樣子 那再來還可以換成side多少 side45度這邊是最有趣的 因為45度和誰加起來是90度呢 是45加45 所以就等於cosin的45度 那這個就等於符合了 我們剛剛講的那個三小型 等腰直角三小型 一個等腰直角三小型 一頂一頂更到二 對side來講是更到二分之一 對cosin來講也是更到二分之一 所以這裡就剛好就相等 也多做了一個例子的證明 所以這兩個是相等的 所以根據這樣子 我們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 與角關係 當然與角關係也可以拓展到tangent second cosec 舉例來說tangent的tangent 70度 就會等於cotangent的20度 當然這個雖然沒有用 但是這裡之後往後可能大學 或者在更高階的三角數裡面 就會用到這個式子 所以希望同學們對 上速關係 平方關係 跟與角關係 能夠得到更透徹的了解 希望同學們覺得 三角函數一點都不難 也不要去實際它 只要去理解它 把整個我們最早講的 三角函數 邊跟邊之間的關係 六個 然後對於我們最主要就是side cosin 把這三個放在心裡 我想其他都變得很簡單 各位們加油 加油